好 請看提醒1 題目說請問你 下面這幾個裡面啊 誰是正比 誰是反比 來 我們看一下喔 他說以上上面誰跟 表示Y跟X成正比的 來 Y跟X成正比 一定要長什麼樣子 一定要是Y等於 K的這種形式喔 對不對 我們看A有沒有 老師 沒有了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 看一下喔 A 原本是不是4X加3Y等於你 對不對 來 注意看喔 我叫你怎麼做齁 你把那個X移過來 所以3Y等於多少 3Y 3Y是等於4X 然後除以3Y等於多少 是不是變成3分之4X 請問你他沒有符合這個規則 有啊 只是K是多少 K3分之4加4嗎 4 所以A他就是了 所以第一個答案A有 這樣看得懂嗎 好 第二個 B呢 B有沒有 3XY加2等於你 好 它是屬於什麼東西呢 你先把21過去 所以變成3XY等於-2 然後通通處理3 所以變成X的話 XY等於3分之4 3分之4 3分之2 會啦齁 那C的話可以進行答案 X等於1 2分之1Y 這是屬於正比來反比 正比 所以屬於C 正比的部分 好 這個呢 豬呢 正比來反比 這個比較好玩喔 這個正比來反比 反比 這個都不是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Y等於K X他還沒有K等於K 他是Y等於什麼K 還加那個數字 你注意聽喔 並不是你變大會變大就正比喔 沒有喔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兩個都是1 然後呢一個1從1變成2 一個從1變成了8 你告訴我正比來反比 不知道 因為他一個是乘以2 一個是乘以8嘛對不對 如果Y變3 那我這個變200萬呢 你聽懂我講什麼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說 並不是說你變大會變大就正比喔 沒有 是我們兩個變大的那個比例要一樣 你變大兩倍 會變大兩倍 這樣才要正比 這樣聽懂懂嗎 其實我們在乘比例的增加才可以 並不是有大量才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要加32 所以並不是 所以答案 豬不能選 既不正比也不是反比 他什麼都不是 好 那1呢 也一樣都不是 好 F呢 F比較好玩 來看一下這邊 x2-y分之2等於0 那怎麼辦 你先把它移過來變成多少 x等於 y分之2 然後兩邊同時乘以y 所以變多少 x乘以y等於2 來 告訴我正比來反比 反比 所以答案選擇是這個 F 所以答案是ac還有bf 這樣聽懂嗎 好 你看一下 是孤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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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孤末 在旁邊